你们选择享受美好生活 而我选择守护你们的美好生活 终极的使命就是让那些崇洋魅外的固天狗们赞钱的 知道吗 中国的车无论是新东亚还是燃油车 全方位就是比外国车好 来 以这个为例 腾四人起来 你就所有的价位 那个一百万两百万的所有的奔驰 宝马 宝石节路虎 有任何一方面 这个空间大小高矮的不算 车的性能配置 有任何一方面能比这个车强 直接奖励十万块钱 比啥都行 你输了你把车砸了 要用铁轮胎 行不行 主要就是那个某那个外国那个品牌 某特 你就是比那个内饰豪华性 科技配置 续航里长 动力零百加速 燃油军机性 或者是一些附加价值 什么娱乐设备 什么车里唱歌啥的 你只要有任何一点能比这个强啊 听懂卖任何一点啊 直接就给你十万块钱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挑战来 有一个算一个 目的很明确 就是让那些崇洋 没外的跪天狗站起来 明白吗 现在买外国车的就是 这个人啊 脑袋让驴提了 花很多钱买一个垃圾 这不是崇洋 没外是啥呀 来看一下推荐两号车啊 除了这个理想 那个这些是L789 什么涨的都一样啊 腾四人起 现在便宜了啊 降价了这个 零百加速三点九秒 这个 带智能驾驶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款车啊 这款车 听懂吗 就你们看到的这款车 是全球智能驾驶的巅峰 听懂啥意思吗 听清楚吗 不是什么狗屁 而是这台腾四人起 所有的智能驾驶 所有的项目全通过 你什么那个 倒车入库车方停车 这叫代客泊车啊 倒车入库车方停车呀 斜鱼五线停车 包括最有难度的 这个断头路泊车 它一一能完成 也就是说咱们 比如说你看 我现在上那个夜色流的吧 我啥都不用管 我这一声令下 他自己把车停好了 他自己把车停好了之后呢 然后还告诉我 还给我发个信息 听懂啥意思吗 就这么先进 一切都不用你动手 就这么简单的事 一会儿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了 还有双枪充电功能 比亚迪一个枪都抢电 他那么双枪 一般人双枪充电不会啊 这个我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简单说一下 不只是插两个枪 你得用两个手机付款 要不然的话 头一个手机没完事 第二手机 就是一个单没完事 第二个你付不了款 反正就是很牛逼很牛逼的 听懂吗 腾四恩奇 给大家看